大家好 欢迎收看纽约华人 资讯网组织的燕飞聊法 美国财富传承遗产规划系列讲座 我是美国流言民理读书所的人员飞律师 今天我接着跟大家聊一聊 遗产规划中的长期护理问题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 为什么要做长期护理的规划 以及长期护理费用支付问题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白卡申请 也就是医疗补助的申请 及白卡保护信托的规划 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聊过 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 有至少70%的需要长期护理 长期护理的费用也是越来越昂贵 但是只有五种方式可以支付 其中我们可以规划 而且需要提前规划的就是三种 第一种是积累财富 以被自己自掏腰包 第二种就是购买长期护理的保险 第三种就是我们遗产规划律师 可以帮助您的医疗补助的申请规划 也就是白卡申请规划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一旦有了医疗补助也就是白卡 所有的医疗费用 包括我们最担心的长期护理费用 将由政府来承担 但是获得医疗补助是必须符合相应的条件的 除了您要满足您所在州的居民身份 您是绿卡或者公民以外 还有您的几个基本的生活治理的功能要出现问题 也就是吃饭 洗漱 穿衣 如测 行动和大小便自治 这个六个方面 有三种或者以上功能出现障碍 需要长期护理 那除了这两个条件以外 我们最难克服的 就是我们的收入和资产 需要符合所谓的穷人标准 那么什么是穷人标准 就是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 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额 通常大家听到的就是 收入不能超过2000美元 但是这个实际上 跟您所在的州 是否为收入的上限州 也就是income cap state 是有关系的 当然资产的限额 也会根据您是单身 还是已婚的标准 以及您所在的这个州 是范围州叫range state 还是叫maxim最大限额州有关系 那为了并于你理解 我们用例子来说明 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张伟和王倩 张伟和王倩已经结婚25年了 有两个孩子黄金组合 一儿一女 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 王倩不幸患了老年痴呆症 那越来越没办法去处理自己的事物 他们有30万的充款 因为收入和资产超过限额 所以王倩是没有资格去申请医疗补助的 所以他们只能自讨邮包 再把30万块钱都花光 好 我们假如说王倩在养老院待了5年 为了便利于零记 这个计算数字呢 我用这个整数来假设 假设他在养老院待了5年 每年的开销呢是11万 所以呢5年当然是总共是55万 那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呢 也提到过 美国其实现在平均 每年的这个养老院的 这个护理成本呢 是大概10万2000多 所以在王倩和张伟的这个案例当中呢 他们父亲俩的全部资产 30万都花光 花光以后呢 他们开始申请医疗补助 当然了 两个孩子是什么都没有留下 如果您是张伟和王倩 您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吗 当然了 如果不规划或者规划不当呢 您可能会跟他们一样 会因长期护理的费用啊 轻松就耗尽您的所有资产 实际上啊 对于许多客户而言 这一领域呢 实际上一直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他们目睹了亲朋好友 由于这些灾难性的 长期护理费用而失去了一切 因此您可能想知道 有什么方法 可以保存一些来自不易的资产 又能够获得一些免费的照顾呢 听到这里啊 您应该感谢自己 因为您来得了地方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啊 就能够帮助您实现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 只有在您需要长期护理之前 您来提前规划 才能够10年在保护 毕生所得的同时呢 也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 那么根据医疗补助规则呢 您可以采取一些合法的措施 来保护您的资产 并获得医疗补助资格 如果您要拖延的话呀 等到火烧没冒 才能够着急的时候 需要长期护理再去 开始忙活就来不及了 假如说你明天需要长期护理 的这个服务 你申请了医疗补助 那你完全有可能因为没有资格 就被拒绝了 但是如果你提前做了规划 等你需要长期护理服务的时候 你已经符合资格 也就可以轻松获得批准了 所以啊 生病好像你要找对时候 对吗 除此之外啊 有的病呢 如果你生对了疾病 比如说你碰巧 得了癌症 心脏病 关节炎或者糖尿病 那政府呢 是通过医疗保险支付呢 会来支付所有的费用 但是如果您不幸得了 阿尔茨海默斯症 还有这个痴呆症 包括帕金森症 或者中风 或者呢 就是年老了生活的功能衰竭 需要他人提供长期护理的时候呢 您不仅要承受 患上这些疾病的痛苦 而且呢 可能最终一贫如洗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得病 以及得什么疾病 岂可是我们可以预料 能规划的吗 当然不是 但是呢 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呢 就是让我们 来够享受医疗补助 而不失去我们积累 医生的财富 在医疗补助申请过程当中啊 收入呢 是看申请者的收入 但收入呢 并不是简单的超过一定标准 就行或者不行 那有的人呢 以为只要超过2000美元就不行 那其实呢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而且收入呢 还要看您所在的州 是否属于收入的上限州 还是说属于非收入上限州 你比如说像我们所在的纽约州 它就不是收入上限州 也就是没有一个收入的上限的额度 那我们的邻居新泽西呢 它就是收入上限州 像如果申请者的收入 超过一定指数 目前呢 是2349美元 也就是2020年的标准呢 如果在新泽西的居民 你要超过您的收入 2349美元呢 您就没有资格获得这种医疗补助 但是呢 除非也是如果律师帮助您 设立特殊的信托 也是有资格的 如果不在非上限州 比如说纽约州呢 其实呢 不管是在收入上限州 还是在非收入上限州 在考虑申请者的收入的时候 如果是已婚 还要考虑另外一位配偶 也就是说 不会因为您要去养老院的这位配偶 去养老院 而影响另一位在家的这个配偶 他的这种生活标准 因为联邦政府为了保证每一个要进养老院 而让不进养老院的这个配偶 他不让他们的生活陷入贫困 他设定了一个最低每月的维持需求津贴标准 也就叫 Minium Monthly Maintainance Need Announce 那简称呢 Minium 标准 目前我们纽约州的 Minium 标准是 3216美元 当然呢 还有一些个人需求津贴 比如说50美金 还有配偶的津贴呢 要扣除 所以呢 在衡量一个人的这个收入的标准的时候 不是简单的一个一刀切 还有一些扣除的东西 扣除完了以后再去确定 您的收入是否来超标 那在申请医疗补助的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收入 您不能超过一定限额以外呢 还要考虑资产是否超过一定的限额 那实际上呢 最难规划的就是资产部分 如果是已婚呢 资产是要看夫妻双方合计的资产 不管你这个资产是在夫妻双方名下 或者是单方面下 也不管您和配偶呢 是否有这种财产协议 那夫妻双方的这个所有的资产 可计资产都是加到一起 一分为二 得出来的数字呢 去给您所在州规定的这个资产限额来比较 如果超过这个规定上限呢 就不符合资格 那么我们提到可计资产 是什么意思啊 可计资产就是在计算医疗补助申请的时候啊 这个资产是分为两类 第一类呢 叫可计资产 就包括我们的现金 投资支票账号 储蓄账号 定期存款等等 那还有一类的这个资产呢 就是叫不可计资产 那这个不可计资产呢 就是说即便您这些资产呢 超过了 它不叫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个限额的规定 因为呢 这些不可计资产是医疗博助申请者和配偶 他们可以保留的资产 比如说我们的自住房 所以你听到这样你就知道 自住房是不需要去转给任何其他的名项 也是有资格去享受Medicaid的 那除了我们自住房以外呢 像家具 不管您在家里这个家具价值多少钱 那还有您的一些家庭用品 包括您提前准备的一些账礼开支 生命财产权益 还有一辆汽车 包括还有些私人物品等等呢 这些都是属于不可计资产 那您听到这里可能就会说了 那我们将尽可能都把这个资产从可计资产 转移到不可计资产不就好了吗 想法是很对呀 可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就很难 因为呀 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最少资产 是有资格获得医疗博助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经常大家用到另外一个策略呢 就是什么 就是将所有的资产 无偿或者低价转移给亲朋好友 然后去申请医疗博助 那将您拥有的所有资产转移给他人 不仅完全是去控制 有很明显的危险 而且呀 即便是这样医疗博助机构呢 也可能会拒绝您的申请 并对您进行处罚 因为呢 医疗博助计划呢 将从您申请福利之日期呢 倒退五年 也就是六十个月 来调查您在申请前的五年当中 是否无价无偿转移给 或者呢就是低于公平市场价 转让给其他任何人 那如果您有这种行为呢 就会导致处罚 那即便您通过赠予方式 或者将资产低价 或者无偿转给他人 做到了五年以后 再申请长期护了资格 但问题的是啊 如果您将资产转给他人 即便是您的孩子 您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权 还是用我们的例子来说话 比如说张伟和王倩 将所有的资产都给了孩子们 并指望了他们的孩子 将这个资产会安全地保存下来 以便呢 爸爸妈妈在活着的时候 来个使用 当然最好的情况呢 就是两个孩子完全诚实 而且不擅自使用父母的财产 但是啊 爸爸妈妈的资产 一旦转移到孩子名下 从法律上来讲呢 就是孩子们的资产了 那如果孩子们离婚 或者发生车祸 或者发生其他的不幸 那有一些不利他们的法律判决 也或者呢 如果他们自己自不理 再要申请破产 那如果出现任何以上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这个张伟和王倩的所有资产 都会处于一种极度危险当中 那更有甚者呀 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个案例 一个老太太在三十多年前 为了追寻美国梦 来到美国 打拼了一辈子 买了一套房子 结果为了申请医疗补助呢 根本没有咨询律师 只是听信了别人的建议的情况之下呢 就把房子转给了自己唯一的女儿 当然不幸的 就是今年的女儿迎温新冠冲病毒去世 女儿呢 尸骨未寒 雪上加霜了时啊 女婿呢 就把丈母娘赶出家门 老太太真的是差点气死 因为对这个女婿讲 说这本来是我的房子 你因为有什么资格 要把我赶出去 但是呢 女婿讲什么呢 这套房子的主人 是您的女儿 她没有留下遗住 那么按照法令继承呢 只有我有继承权 所以你听到这样的案例 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也有很多人说呀 我们的财产已经 放到这个生前信托里边了 难道我们的生前信托 不能解决我们的医疗补助问题吗 生前信托当然有很多的好处 那也以多种方式呢 从某种程度保护您的资产 但是呢 遗憾的是 他们不能帮助您 获得医疗补助资格 事实上呢 可撤销生前信托中的所有资产 都会出于医疗补助目的而被夺走 那让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它的运作方式 假如说 你有一个装门 水的水桶 这个水桶呢 代表您的 已经注资的生前信托 水呢 将是您转移到该信托名下的资产 所有资产 做了这个已注资的生前信托 一切好像都很好 因为它有很多的好处 可以避免生前认证 死亡认证 最小化遗产税 为受益人提供离婚和债权的保护 当然呢 也为我们存活的配偶提供债婚保护 还可以防止家庭的纷争 帮我们积累一生的这个精神财富 也包括我们的家庭价值和经验呢 传给我们的后代 这些生前信托 只要是注资呢 都可以帮助到我们很多 但是呢 唯一的就是不能够帮助到 在我们申请医疗补助的时候呢 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啊 审查医疗补助的这个官员 一旦发现你这个生前信托里面的资产 他就会要求你来阻止你获得医疗补助资格 并要求呢 你用生前信托当中的资产 来支付这些长期护理的费用 那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结果了 但是呢 别回心 我们啊 律师所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更好的储藏筒 来帮助你获得医疗补助的资格 那我们会帮你的这个资产呢 放入到白卡保护信托 我们也叫财富保护信托 这个新储藏筒当中去 那就像注资的生前信托一样 您呢 有权获得信托的所有收入 您也可以指定其他人来担任受托人 只是呢 与可撤销的生前信托不同的是啊 这个新的白卡财富信托是不可撤销的 一旦到位呢 就无法更改 此外啊 尽管你有权从信托当中获得收入 但是您是没有权利去使用花费本金的 那有了这些保障措施以后啊 在医疗补助申请的过程当中呢 这些官员 他就会不计算这些放到了白卡保护信托里面的资产 所以经过60个月的回溯期以后呢 这个白卡保护信托里面所有的资产就已经安全 您就可以在离世以后啊 转移给你的家人 那听起来很简单不是吗 但是呢 这一领域其实最让人崩溃的 就是医疗补助规则非常复杂 而且令人困惑 说实话 这些规则呢 也只有熟知医疗博助规划的这些遗产规划律师 才可以帮助到您 那任何其他人的建议呢 您可以做一个参考 但是呢 都不能来帮助您真正解决您的问题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给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就像我们前面提的老太太一样 其实呢 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情况下呢 会使用不同的一些策略来保护您的这个资产 如果您决定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那我们可以呢 向您展示最适合您需求的策略 也告诉您呢 大概有多少资产 是处于风险当中 我们可以帮助您节省多少 那您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张伟和王倩的例子吗 他们在把存款30万花光以后 他们才享受到了医疗补助 但是呢 如果他们要提前五年跟一个合格的遗产规划律师来见面 来帮助他们来进行规划的话 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到这种长期护理费用 而且他们至少可以节省30万 对吧 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啊 跟大家聊了聊遗产规划当中的长期护理的问题 那因为呢 内容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分成了两期 上一期呢 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为什么要规划长期护理 以及如何规划长期护理的开支问题 那么今天呢 主要是跟大家讲了讲了讲 这种白卡申请 也就是医疗补助的申请和白卡 保护信托方面的相关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呢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 那我们还有更多关于遗产规划的系列讲座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收看 除了我们的系列讲座以外呀 也请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有丰富的关于遗产规划方面的专业文章 当然也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纽约民理移民动态 我们每周呢 都会推出不少于两篇关于遗产规划 移民或者其他热门话题方面的专业文章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mchenlaw.com 办理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定期为您发送干货文章 不仅如此啊 我们还会定期举办一些关于遗产规划 信托特殊孩童家庭的规划 以及白卡保护信托方面的自治讲座 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 装备自己有备无患 提前规划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平衡和收获 您做好准备了吗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纽约民理事务所的阮燕菲律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